换个焦点来看预算 这是台湾行政院24号拍板 2024年的施政总预算 而其中整体的军事预算 高达了6068亿元 新台币也创下了历年新高 而国民党立委是认为了 只要将两岸的关系处理好 就不需要采购过多的军备 而首要的作为就是 台湾方面要先释出善意 台湾军方24号宣称 美国将受台价值5亿美元的 F-16V战机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 与此同时 台湾行政院拍板 2024年施政总预算 其中整体军事预算 达到6068亿台币 创下新高纪录 有必要买这么多的武器 在那里放个心安 时间一到 又把报废或者送人 你在两岸关系搞好 武装不需要这么多 我跟大陆谈了 我跟你交流 怎么谈 先给一些善意 可以做的先做 开放大湖开放 如何来 施政预算中也编列 1201亿台币 因应少子化问题 预算数字也是历年最高 创新高还不够 面不够 第二个政策不够多元 它只有一项而已不够 你还考虑移民政策 怎么样能够吸引国外的 包括中国大陆 怎么样让比较优质的 可以依照台湾吗 蔡政府上任以后 军事预算逐年增加 不过国民党立委就认为 如果能够以创造和平的方式 来降低军事预算 一方面能够摆脱对美的依赖 另外一方面 省下来的预算 能够用于解决烧子化问题 会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法 凤凰卫视兰进图 沈正峰台北报导 我更加增工作了 找尾度 与特 版作